2023年9月3号 这个周末都是跟量化有关系的消息 基本上人人喊打量化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量化有七大害 我们今天做一个专题详细讲解一下量化到底有哪七大害 听完之后就会触目惊心 知道我们A股确确实实不能够容纳量化的大肆发展 要不然大家都变成韭菜 接下来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在今年上半年有一个题材都知道 叫做人工智能 其实量化它就是人工智能在A股的具体应用 本来希望发展人工智能打开三维世界 四维世界五维世界 助力人类突破地球 比如说去火星去太阳系 结果呢 人工智能率先用在炒股上面去了 接下来讲一下哪七大害 三百万可以做成4.5亿的假买单 而且还不会成交 速度 惊为天人 为什么考股票 看资金流向 就是看大单流入 大单流出 没什么用 就是因为这个资金流向是可以被改变的 你看 人家就用三百万就可以做成4.5亿的假买单了 厉不厉害 那么第一大危害呢 量化赚的是反人性的钱 就是普通投资者的利润 长此以往会导致大量的投资者退出A股 这样就失去了流动性 大家知道 为什么量化 他赚的是反人性的钱 反人性的钱是这样的 就是量化呢 他就是在很多地方埋伏的 你比如说 量化 他的数据从哪里来的 数据呢 就是他经常去 什么各大聊天的地方 什么各大论坛 各大网站 然后去收集大家这个聊天和交流的信息和数据 就是大家都看好 我反手做空 买在一致卖在分歧 大家都一直看 我都卖给你 你都不看空的时候 我赶紧收集草码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 他其实也是利用做法 然后呢 通过数据和信息进行反向收割 这些数据其实是具有隐私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今年上半年 炒了一个数据要素 什么中国国产啊 人民网啊 新华网 他其实也是数据的一种 所以说为什么量化 他可以反能性 对吧 他可以反能性 原因就是因为啊 他什么都知道 你怎么想的 怎么看的 他都知道 第二个呢 量化会导致大量的涮力和电力严重消耗 你要知道 他其实也是用服务器的 量化基金的服务器啊 为了瞬间成交 或者是第一时间成交 他就把服务器都放在这个生雕所和杀雕所旁边 那么这些服务器 他也会浪费算力和电力 每一个服务器 便宜的几十万 贵的一百多万 那这些要是去干别的事情 那不是造福社会吗 而且大家知道 一个服务中心 算力中心最主要的是消耗电 而电和算力 它又是属于长期稀缺的资源 这就属于纯粹的浪费啊 第三 很多文章都提到 他会严重影响市场秩序 大机构通过融卷 利用量化 做空 割韭菜 他说的严重影响市场秩序 是因为啊 人他没有办法战胜机器 前些年 虽然说股市也割韭菜 但是大家好像也无远无悔 为什么 他毕竟是人与人之间的战斗 我们有时候还会推崇那些 很短时间内成为一方游资 江湖还留下他们的传说 比如说像这个 一顺流光他们还讲过 梦想在上 孤独在下 你看这个文学修持多好 梦想在上 孤独在下 还有人家取名的宇宙总统 还有以前赵老哥 当时在中国中车一战的时候 人家还写过一段话 只有心体才能够 吸引市场最犀利和最敏锐的资金 这股资金以异为单位 所到之处 只有涨平 你会发现 就算是我们以前 败在油资的手下了 对吧 这个我们变成了韭菜 股民变成了韭菜被割了 但是我们对他们 是怀有崇敬的心态的 人家确实是人让人 人家判断力 对吧 这个执行力 那都是很牛的 而且还能够有留下各种传说 各种经典语句 对吧 这个还有超股养家的吧 人气所在寄 牛股所在 但是你说这量化留下什么了 量化留下来就是恐惧 因为你永远战胜不了它 这不就是扰乱市场秩序了吗 然后呢 他除了扰乱市场秩序呢 他还大几个通过融卷 然后利用量化 做空韭菜等等 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这样的 我们刚才讲到他拿数据的吧 讲到了这个他拿数据 那么你要知道 量化呢 他以超大的资金规模 能为券商创造更大的手续费为诱惑 跟券商合谋 具有优先甚至垄断融却 劝员的权利 制造人为的不平等 就是下跌他也能做权 就是量化他下跌他也能够赚钱 而这些优势不但散户不具备 油资他都不具备 油资都没有这个本事 油资都没有这个能力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举三心证券为例子 大家知道在上周的时候 有一个利好 然后呢 三心证券因为酱硬花税过之后 当天打板 8月29号资金长次修复 量化出售了 砸开涨停 并一口气借了两亿多元的券 也就是三千两百六十一万股 看到没有 就在当天 就在当天 就是当天 就是大家知道 前两天券商有一个 开盘一起涨停的那一天 结果那一天呢 人家一口气借了两亿多元的券 三千两百六十一万股 融却了三千多万股 看到没有 第二天低开低走 套牢 套牢了当天三分之二的追涨资金 七八个点 然后每天不停的吸头砸盘 吸头砸盘 位置越砸越低 融券的底仓 获利越来越丰厚 看到没有 就是说我们本来 大家是可以融券的 大家都可以做空的 那现在变成什么了 现在变成就只有 他们一个人能做空了 其他人做不了空 为什么 因为券都被他买走了 那为什么券都被他买走了 因为你规模大嘛 那券商肯定是优先服务大客户呀 所以说呢 这就是人为的不公 所以说你看这个 基本上除了国家的出手 基本上没有对手 看到没有 就算出手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 对吧 国家队出手了 但是就算出手 假如出手了 人家也会马上还券 出手再迅速做着 根本你没有办法对抗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当时 生意证券的融资融券 我给你读一下 你看 当时融券就在829号 这天融了3261万股 但是呢 这个金额你就一下能看出来了 看到没有 平时都没有什么券 你看 平时就是1.4万股 4.1万股 200万股 500万股 200万股 就是说除了这一天 除了829号这一天 除了这一天以外 其他的券就几十万股 就几万股 但是他怎么是 一下子在这一天 变出来3000多万股 他只是一个券商啊 那要是什么中信证券 什么东方财富 这不都被人家融券做空了吗 是不是 你看 对不对 然后一直砸一直砸 一直砸过之后 看到没有 就是一直跌一直跌 一直跌 然后你亏钱了 人家还赚钱了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大伤害 他严重影响了市场秩序 他可以通过做空赚钱 流资都不行 第四呢 量化并没有给市场提供流动性 反而造成了流动性缺失 很多人担心 这个量化要是被处理的话 会不会造成 这个一两千亿成交额的下降 他就说了 他没有提供流动性 反而让流动性缺失了 知道不 然后呢 然后呢 是这一点比较重要 原来标准每秒超300笔 每天2万笔的总监管标准过低 大家知道周末不是出消息了吗 就是每秒300笔 然后每天2万笔标准过低 然后呢 过初 必须要更加精确的要求 针对单一个股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有漏洞 他的意思是说 有漏洞 有漏洞就是什么呢 就是 你说了 我每秒不超300万笔 然后每天 不超2万笔 可以 但是 比如打个比方 这个量化 他以前是做一天做50个公司 那么这样的话呢 确实 要是假如50个公司 就这样做 按照这种模式做 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要是按照 我每天不超过2万笔 然后我每天 每秒不超过300笔 我以前一天做50只股票 对吧 你监管了 那我现在就做一天做10只股票 不就行了吗 那我做10只股票 我还是完全可以控制股价呀 对吧 我只是说 以前是做50只 我现在集中火炮 集中精力在10只股票上面 那我完完全全 也可以完全控制得住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 虽然说可能 虽然说可能 已经出措施了 但是有漏洞 他没有说 对吧 这个限制 限制多少公司 要是按照这个标准 我完全符合这个标准 每天2万笔 每秒 每天超过300 但是我就集中搞几只 我就集中搞几只股票 不像我以前 就动搞 我以前 这个 这个 搞很多只 我现在就集中搞几只 那还是会被割韭菜 比如说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大家知道 前一段时间 前一段时间不是有减辞 有这个减辞 说不能乱减辞 说你三年 分红不低于30% 然后很多公司就财务大洗澡了 什么意思呢 你看 这个首席 首席叫做 交金红 开展上市公司 财务洗澡 专项整治 对32家公司立案调查 那为什么呢 这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你前一段时间不是说 我这分红不能够低于30%吗 那我今年要是亏损的 我今年亏损了 我今年亏损了 我明年呢 打个比方 我明年又没挣钱 我后年终于盈利了 赚了200万 或者说是我后年终于盈利了 赚了5000万 但是我前年亏了4000万 这样的话 我三年总共盈利就相当于赚了1000万 我分红 我只要分300万 我不是就可以减持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他说这个 对吧 就是你说你三年 对吧 未分配利率的30% 那我就把这三年做成亏损 或者是我就把这三年 故意做成没赚几个钱 对吧 我本来可能赚了三个亿 我就说我赚了300万 然后我分了100万 那我符合减持 我就符合这个减持的规定了呀 对不对 我就可以减持了呀 我只需要拿出100万 对吧 我就可以减持了 所以说呢 最近很多公司在财务洗澡呀 就是对吧 我只要对吧 只要在三年 保证我三年赚的少 然后我这三年赚的少 我到时候对吧 随随便便分红一点 好了 符合规定了 大股东又可以跑了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什么 上有正舍 下有对舍 所以说他这个 就比较复杂 那么那么 那么现在 现在这个量化呢 他也是这样的 他他他我以前搞个500只 我一天操作500只股票 操作100只股票 或者500只股票 我按照这个规定可以 但是我现在 你规定了 我不能这样干了 我就做50只股票 我就做10只股票 我把范围缩小 我就专心做几只 那不是照样还是被割了吗 他这个什么呢 他就举例子了 他说个股每秒超五笔 个股排测超过五笔 比如说个股每日超50笔总交易所的纳入监管 他就是具体细致到了单一个股 或者说是单一的几个股 你单这个股不要每次排了又测排了又测 然后你要是单这个股超过50笔 那就要修理你 然后其他方面要做出更细致的监管标准 比如防止 防止这个量化 把这个全部的资金集中到单一个股 或者是单一几这个股 比如他举个例子 他说9月1号 这个什么 插国际 金融上海分析位 就在两分钟之内 对西部末页这一支单只股票 进行了150次 每笔300万的排单和测单 搞成了300万乘以150次 达到了4.5亿的申报的假效果 一笔都不买 然后在板上卖来了490万 这算啥 对不对 还有9月1号找盘的这个什么奥克马 10亿排单 原来不断排斥 到了9.20成功10亿跟盘过之后 9.25分开盘 盘中拉涨停满再打盘 看到没有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讲的300万 300万的资金 300万的资金就可以达到什么 就可以达到这个一个多亿的效果 300万的资金就可以达到一个亿的效果 厉害吧 300万 一百五十次单一个股排来一百五十次 测了再排排了再测 排了再测 就达到了4.5亿的买入效果 这是我们讲的 你虽然总的要求了 但是你没有要求单一个股 很有可能最后这个漏洞又被量化抓住了 他就专门搞几只股票 然后你到时候还是防目胜防 我们刚才讲到了量化 它是不能够进行日内双相运 就是我们大家的T加1 结果人家搞了个T加0 对不对 他还举例子 当时8月30号有个公司叫零点有数 也是数据嘛 量化先刷到10%盘中再拉着涨停 再砸掉自己手中的筹码 然后当时说了参与者是某新胶子 某新上海分公司机构专用二家 你记住这家公司叫做什么 叫做这家公司非常非常有名 上海分公司华新证券 华新证券上海分公司 华新证券上海分公司被称为量化的大倍 第七个就是量化不允许融券交易 就是至少不能够允许当天融券交易 就是你要是最近大家会发现超纵股票的时候 或者说是量化基金都特意说了一下 能够融券的股票和不能够融券的股票 当天的走势是不一样的 融券的股票因为可以当天做空 所以说当时8月31号到9月1号的 这个插国际上海什么 中庆上海分公司插头上海五联路 他操作的这个康蓬股份 拉升后你看8月31号拉升后 融券5700万股做空 然后等到9月1号融券收据出来之后 还有类似的还有类似的这个操作 康蓬股份 被5700万做空 那么就是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艾尔在坐庄主力 妥妥的就是操控市场 所以说他举了很多的例子 最后他还提出了建议 他说不允许单一电话机构 超过当日股票交易总金额的1% 进行实时监控 比如说当日总金额是1个亿 单一量化机构参与不能超过100万 以防止量化基金利用这个资金的优势 对个别个股进行一致性的拉升或者打压 当时他就举例子了 9月1号的开源证券 对云梅集团 8月30号的华新成都交纸大道 对中复电路参与了4500万 当年一共才成交了3.7个亿 参与度是12% 9月1号又全部砸出去了 那么这个他提的是比较细致的 我虽然说出了政策 他说了一定要控制单一个股 他以前是广察网 量化基金以前广察网 现在可能会集中在个股上 就是你要在他总交易额上控制 单一的机构不能超过总交易额的1% 或者说是你一天的申报不能够超过比如说50次 对吧300万一天一个股票被申购了150次 那就变成了4.5亿买单了 又还没成交 那不是闪货都被骗了吗 所以说A股是比较复杂的 当然你也不要说怎么怎么样 其实管理起来非常难度的 因为你要知道A股那些能够挣钱的人 脑袋都太聪明了 油脂像什么赵老哥很聪明 那这些玩量化的就不聪明了 都是什么这种大学毕业的那种大学毕业的代码写的都遛得很 你要是就算是你有一天 对吧 这个你想去管理他们 你想去这个降服他们 或者说你想把他们的这个完全完全控制住也很难 因为他会变呀 因为这些人对吧 连代码都能写出来 搞量化的这些人代码都写出来 或者都是留过学的 对吧 他们这个变通能力或者是这个抓漏洞的能力 确确实实是比较强了 这也是A股这两年散户为什么普遍赚钱都比较艰难 那么接下来还有几个消息给大家稍微讲两句 在周末有一家有个事情就是这个证券日报 大家知道证券日报是官媒嘛 在周末的时候这个证券日报说了一下新政达 大家知道新政达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就上市了 就上会了 现在过了三个月 正常上会过之后三个月是可以上市的嘛 然后你说这个股市这两天走得好了 这个新政达会不会上市呢 你看到吧 证券日报 你说证券日报 昨天是9月2号嘛 那证券日报早不讲晚不讲 他怎么偏偏9月2号这一天 给你讲 新政达怎么怎么样 新政达是现在农业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这个总数达到691个 什么什么 这个超过240万 然后呢 这个又是MPV业务增长40% 达到25亿美金 再次成为集团的增长 就是说你说这个证券日报 他为什么早不夸 先政达晚不夸先政达 非要在星期六夸 就非要在昨天夸下先政达 难道是先政达要准备给他上市预个热吗 还还给你特意调料了一下 这个什么新的这个硕质应用 对吧 硕质应用 有多少注册了 然后又增加了多少个 对吧 又营业额又增长了多少 那本来股市好不容易涨两天 就稍微缓口气 要是假如说新政达又上市 一口气再中值几百亿 那不又凉凉 除了这个以外呢 可能股市涨的稍微好一点过之后呢 其实这个这个这还有什么 多家券商已经上线一键 开通北交所权限 连夜加班再成券商 IT周末状态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北交所大家知道 北交所呢 连夜加班 因为大家知道上交所和上交所呢 都在长江以南 所以说这些年呢 我们总体的经济啊 是北方不太好 南方呢比较强 北方主要有资源 那么三星的煤矿啊 之类的 北交所的建立呢 其实也是为了发展北方经济啊 北交所是发展北方经济 呃 那么北交所 但是北交所呢 整体现在没这么人炒 也没这么人玩 那么现在呢 就是只要你能开通客道买 基本上都能够加 都能够炒北交所 北交所没有流动性啊 北交所的公司想减持一下 没有不好意思 没有没人买 可能你十万块钱都砸泥瓶 那这怎么卖呢 啊 这个呢 是呃 这个是是是有这个消息的 还有呢 就是呃 房地产呢 最近的上交所 通知多家房企 9月12号进行集中业绩 露演 其实就是给房地产企业打信心嘛 啊 这个这个 这些消息呢 对我们股市虽然没有影响 但是总的来讲 呃 有一点东西吧 啊 还有呢 就是假如说 假如说股市真的能够走牛 啊 能够能够走牛 像这样 像这一头牛 对吧 走牛 两个两个眼神异常跌定 然后耳朵呢 还挂个还挂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祝福 那是最好的啊 虽然说我们A股呢 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都在想办法 对吧 他这个财务大洗澡 就是为了防范 被这个三年对吧 被控百分之三十减了漏洞 那么以后呢 肯定也会有各种方式去规范量化 这样的话 也许牛市还是有可能到来的 每天早上九点十五到七点半 下午一点到三点晚上八点钟都直播 假如说你不知道如何选方向 可以过来听一下直播 最后不要忘记点赞点关注 还能传输出 那我们就帮助来 就是 这个 十几个 颜色